大家好,我是正大基础医学院解剖学系徐高磊老师 这一次我们要开设一个新的课程 叫做肌肉功能解剖学 那么现在讲肌肉功能解剖学的老师和书籍都非常的多 那么角度其实各有不同 我讲这个课程主要是将我这几年 有关肌肉功能解剖学处诊 还有筋膜链以及神经卡压的思路 融合到一起来讲一下肌肉功能解剖学 因此这里面会涉及到的内容 分别有一个是肌肉本身的解剖 再有这个肌肉的动作的测试 姿势评估筋膜链以及神经卡压 就是这个肌肉出现问题来哪个地方可能出现了卡压 那么再有还有包括这个肌肉的触发点的一些思路 因此就是将这些肌肉功能解剖学从一块肌肉出发 然后涉及到这块肌肉的相关的内容 给大家总结到一起 那么肌肉在全身来讲 它的一些数据比较有意思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全身的肌肉大概有600多块 那么每一块肌肉有很多的肌纤维 那这些肌纤维如果加起来 大概有60亿条的肌纤维 也就是肌细胞 因为肌细胞呈长形 所以叫肌纤维 那么最长的肌纤维大概有60厘米左右 但最短的只有一毫米 那肌肉的重量上来讲 最重的大概有两公斤 那小块也就是几克左右 同时肌肉占人体体重重量的 大概40%左右 那所以肌肉对于一个人体来讲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有些人把整个肌肉 整个肌肉认为它是一个大的系统 那么关于肌肉功能解剖 其实在学习的时候有几个难点 或者叫痛点 内容比较多 600多块 那么真正这个关节发挥运动的时候 这些肌肉的参与又很复杂 这里面涉及到了肌肉的目击顺序 神经的支配 那同时还有筋膜在这发挥着作用 那么一旦出现这个肌肉病变以后 它的因素也有很多 可以是神经卡呀 也可以是肌肉本身的问题 也可以是筋膜炼的问题 那所以看不同的书 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讲解这些内容 那而且如果讲的比较学术的话 比较严谨的话 这个内容非常的复杂 那结果就是很多人望而却步 这个功能解剖学太复杂了 那么我就想从 这些比较复杂的内容里面理出来几个简单的思路 让大家把这个肌肉功能解剖学 首先简单的 比较有用的和我们疼痛 有用的这个解剖学 能比较清晰的这个展现出来 那再有 这是解剖学方面 再有个就是和这个治疗定点相关的 这个临床分析 我想从这四个方面来 第一个是出发点 也叫做班级点 第二个是生活力学分析 也就是一个动作 多个肌肉参与 参与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再有这个肌肉出现问题 有可能是支配这个肌肉的神经受到了卡呀 那卡一点在哪 还有个是基金磨炼 基金磨炼 那么这里面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这个肌肉的临床分析这几点 然后举个例子 比如三脚肌 三脚肌如果出现问题 本身里面的肌纤维 或者是里面的肌 筋膜出现了病变 它是自己出现了问题 它可以放射到周围 造成周边的疼痛 感觉的异常 这是我要讲的一个简单的思路 那第二个就是实用力学分析 比如三脚肌我们还要举例 三脚肌在收缩的时候可以使肩关节外展 那么需要其他肌肉的配合 肩锈肌配合 那三脚肌收缩的时候可以使肱骨的往上一位 如果仅仅往上一位会撞击到肩锋 那这个时候肩锈肌会防止往上一位 来稳定动态稳定 与股关节 这就是实用力学可能要分析到的点 那第三个神经卡耶特斯罗 比如三脚肌这个地方疼痛 三脚肌如果出现了功能的障碍 那可能是三脚肌本身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支配三脚肌的神经 这个神经 液神经出现问题 液神经穿出这个孔叫四边孔 当穿出四边孔这个位置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神经的积热损伤 那表现出来就是三脚肌可能出现它的功能的障碍 那么我们也需要有这样一个思路 那最后一个就是三脚肌如果出现问题 也有可能是和它相连的肌膜链 肌肌膜链出现了问题 比如斜方肌和三脚肌就是连成一个肌肌膜链 那斜方肌出现问题也会造成三脚肌的问题 当然三脚肌的问题也会造成斜方肌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的核心就是把每一块肌肉 但是六百块肌肉我们不可能全部去讲 因为有一些肌肉非常小 我们大概整合出来一百块肌肉 一百块比较重要的肌肉 通过出发点就是肌肉本身出现问题 那么再有生物理学分析 神经凯特思路 积极摩令的思路 拎出来这些学说或者思路 这样的话我们在认识到一个肌肉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有这几方面 当然也不仅限于这几方面的这个思路 所以我们会把全身比较重要的一百块肌肉 通过这种方式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同时在讲这一百块肌肉的时候 每一块肌肉还会涉及到肌肉的精细的处诊 包括起点指点和肌腹的处诊 那么第二个还包括这个肌肉 有一些肌肉有特殊的检查 有一些特殊的检查 比如这个港上机有空罐实验满罐实验 那比如这个肌腹下肌有压腹实验 那么有些肌肉有特殊检查的 我们也会设计 所以这几块 这一百块肌肉 我们在讲解的时候 一是比较重要的四方面 再有肌肉的处诊 和相对特异性的检查 希望这个课程 可以对大家的疼痛 对大家的诊疗思路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